hello boys and girls,welcome back to my class,我是你们可爱的Daina老师,继续跟老师一起来自然拼读法学单词,我们山姆,啊,这一讲看看山姆又出来了,还记得吗,Sam,Sam又回来了,看一下Sam,我给你带了火腿, yes,本讲就是A和字母M组合在一起的发音规则来看一下,听老师读啊,in a traffic jam,Pam want to see Sam, She's bringing Sam a ham with carrot and a m,啊,所以,am,是不是,就是am,am组合的发音规则啊,在一个traffic,jam,jam,看一下它本身是果将, 那么traffic,jam,啊,traffic,交通,交通,哎,被挤成一堆果酱了,是什么,哎,这个交通堵塞堵车,我们称之为traffic jam, OK,so,在一个堵车的这个过程中啊,Pam,Pam也是个人名哦,Pam want to see Sam,想要去看到Sam,小女孩想要去看到Sam,她带给Sam一根ham,是什么,这是,啊,火腿, A,带来了一个ham,with carrot,啊,还有一些胡萝卜,and,am,啊,还有一根干鼠,那我们具体来看看am,哎,这几个单词,首先,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啊,前面是什么,p,后面是am, 所以拼起来,跟老师一起来,p,am,试一下,pam,再来,pam,是的啊,而且,在这里首字母要大写,啊,那男生的名字叫什么呀,啊,我们的pam想要见的是,sam,哎,s,am, 拼一下,s,am,再来,sam,接下来,看一下,火腿,火腿,前面学过的,后面,am,所以跟老师来拼一下,am,试一下,ham,再来,ham,get,然后,嗯,我们的干鼠,啊,山翼, 前面,y,前面y,字母y的发音是,yeah,yeah,是不是第一本书就学过的,啊,yeah,am,m,你也来从头到后面拼一下吧,yeah,am,m,接下来呢,我们回顾啊,刚才所讲过的这几个带有am的单词里, 他们是如何发音的,首先这个女孩的名字,嗯,给老师拼起来,pam,pam,试一下,pam,pam,后面,s,am,sam, am,sam,啊,那接下来呢,h,am,ham,h,am, 然后是,yam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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excellent,是不是超级简单,拼着拼着我们发现,哦,原来一些经常见的,一些没有学过的生词,现在都可以给他读出来了,是的,好,那接下来跟老师一起回顾啊,读一遍,同学们, 学过的单词带有本奖,am的单词一调,大声am,读出来哦,好,in a traffic jam,pam wants to see sam, and am,课下一定要好好地多读几遍,跟着音乐唱起来啊,congratulations,那么本奖的am, 诶,这两个字母在单词当中的发音规则,同学们已经掌握了,OK,没有问题,那就下节课继续跟着, 大安娜老师一起来学习自然评读法,学单词吧,have a good day,and see you next class,bye!